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長 我們平時喝的水 都充滿了重金屬、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瞬息 健波能量活水氣、生命之餘 健康之傳 綠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Lang自然療法與你 今集也有你們的節目主持人 我是Anna 也有我們的嘉賓袁醫生 袁醫生你好 你好 你好 Iya 知道今集 袁醫生也有最新的消息 以及一些新聞報告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袁醫生 對,香港最近的熱門題目 都是複射 是呀 但我上次提及提及的 提及提及 提及的 初步也提及過 但這些資料 其實政府都不斷地跟進 衛生署做了很多事 大家要看到 政府在3月18日 高資泰地 高資泰地 在電視台 提及這個問題 他呼籲市民 不要購買 任何市民聲稱 有為瘋片的口服產品 原因是 香港除了衛生署本身 有注冊一款產品 以這種叫做瘋片 就是瘋化甲之外 其實香港沒有其他機構 有任何註冊的記錄 意思是 如果有人說 有些瘋片可以賣 一定犯了法 因為它是一種沒有註冊的物品 他們的行動 可以這樣說 是大舉來搜捕 很大規模 巡查了108個地方 包括74個藥房 以及34間藥行 其實這些兩天的行動 就像香港人 這些東西 人們吃得很大件事 結果整個手術行動之中 只是在一間藥廠裡 藥業中 找到30瓶可疑的產品 原來 經過這兩間納稅人 這麼多錢 去到108間的 都只搜了一件事 這件事 原來是一種含瘋的後片 你知道 有些人喉嚨痛 發炎 有些傳統的做法 在外國很流行 拿些瘋水 拿口 所以有些產品 有些瘋瘋 當作是後片 來處理 這間公司 將原油的標籤 拔掉 換成另一個 即是 如果你受了 輻射影響 你可以使用 130毫克的 顛片服用 再向市民發售 有關的產品 立即被衛生署警方 拔掉 做產品化驗 即是 很明顯 有註冊 即是 全香港 沒有一間公司 有任何行瘋的東西 註冊 這是錯的 是 這間公司 這間產品 有註冊 註冊編號 都看到出來的 是 HK04892 那種行瘋的產品 每個瘋瘋 含了1.5毫克的瘋片 用於舒緩和不適 他們說 這些是絕對不適合 在危急 輻射時間 做保護甲上線之用 這件事 是真是假的 很難說了 是不是 行瘋的東西 瘋質本身 有這個作用 為什麼 認為這個產品 沒有這個能力呢 接下來 你也看到 香港也有不同的 宣傳節目 開始這樣說了 他說 其實我們所說的瘋片 其實都不是很全面 可以防止其他 即是輻射物質 除了處理 所謂的 有輻射性的瘋之外 有其他的放射性物質 其實是不能夠為這些 其他放射性物質 提供保護的 即是他都開始這樣說 這個藥其實是有局限的 瘋片這件事 就算是這方面有幫助 其實也有局限的 當然 瘋片是絕對不能夠隨便使用 因為這個藥 不是一定沒有副作用的 只不過有些神功能全家的人 有時候都可能會有副作用出現 大家想一下 為什麼香港政府衛生署 會有這麼大姿態去做這件事呢 亦都很強調 即是任何人 如果聲稱有什麼方法 可以預防輻射性物質 其實都犯法 因為香港有些所謂 不良醫藥廣告條例 我和大家上次分享過 其實這個條例的原意 本質 目的在1953年成立的時候 目的就是不想香港人 自己醫治自己 這是他的原意 有什麼事 最重要是找醫生看 我在衛生署的簡介會 我都提出這個問題 第一 你是不是證實了 全世界沒有任何方法 除了西醫的方法可以醫病之外 全部都是沒有科學根據的 當然衛生署的人 解答不了這些問題 當然一定不是 世界上有很多其他方法 是一樣有效的 所以這些條例的目的 是迫人去光顧西醫 亦都保障西醫生意 即是有時候 世界上很少的行業 是需要政府立法保障 我想現在看回西醫 絕對是要這些法例保障生意額 這是一個很荒謬的 我都提出 其實香港人有個知情權 你要教導別人 要給多些資訊 不是把所有資訊都拔走 當時我們都開了兩小時 有五十多間公司 有代表很可悲的 十間公司 沒有人會提出這個問題 即是他都認為 政府既然立了法例 就要跟隨 雖然這個是惡法 香港人在政治方面 意識很強 平日23條惡法 很多人會去街遊行 但在醫療方面 香港人完全沒有這方面的知識 好像一個綿 即是一個綿養仔 被人任人改革 這是我們看到的現象 如果一天香港人 自己不醒覺 自己不把健康的責任 自己拿回 香港人的健康問題 一定解決不了 好了 很有趣 你知道在外國這方面的資訊 是很發達的 是 我亦都一向二十多年來 我都在外國 訂閱很多這些資訊 的新聞 其中有一個叫做 《Second Opinion》 最近的作者是 Dr. Robert J. Rowans 是 他在3月18日 2011年 出了一份刊物 叫做《Health Alerts》 即是健康警訊 是 他說這些專家 認為 那個瘋化甲 是處理那個輻射 是錯的 是 dead wrong 當然 他針對這次日本這件事 是寫出這篇文章 他說 無疑那個瘋化甲 是一個好的產品 在理論上 我們裡面的甲 是保護我們一種 輻射性的色思想 那種甲是保護這方面的 而瘋子 是保護Iodine 瘋化的瘋子 是保護輻射性的甲 即是說 起碼可以保護兩方面 是 但是 Dr. Robert J. Owen 這位是一個西醫 是 他這個新聞文章 也很流行的 在外國 他說 問題就是 這裏 他說 瘋化甲裡面的甲 裡面的甲 是不足夠 分量 是不足夠 保護輻射性的色 就是 Radioactive Caesium 因為 Cecium 就像身體甲一樣 如果身體有足夠的甲 就可以 防止身體 去吸收這些 有輻射性的色 其實概念也是這樣的 你身體如果足夠的瘋 有些放射性的瘋 身體不會再去吸收 我們甲跟Cecium 在性質上比較相似 所以身體如果有甲有多 他就不需要去吸收 Cecium 這樣 但問題是 很多人身體上的甲 都是不足夠的 是 所以在那個 顛化甲裡面的甲的分量 是不會幫助你 不能夠防禦到 保護到 保護不到 如果你真的需要 你要另外 是服食 和甲有關的 那些 那些 Supplement Protestium 才能夠保護到 你 那當然 我們都知道 其實外申署 企圖都說 就是 輻射影響的地方 不是只會影響 那個甲 只不過呢 我們其他地方 都沒有什麼工具 即是沒有什麼現成的工具 那 那 譬如 你這個 顛化甲 是不能夠保護你的乳房 亦都不能夠保護你其他身體的器官 是不足夠的 那 那 從他提出 他說 顛化 顛化的甲 是其中一種甲的形態 其實甲可以用一種元素的甲 Elemental Iodine 亦都用一種 Elemental Iodine 或者用Iodine 那 當然 你的身體是很需要它的 而大部分人 都是可以這樣說 一般來說 大部分的人 他在說美國人 都在這方面是不足夠的 所以 就是需要 所預防的作用 去保護他 那 那 那 就是說 如果是 身體這方面的甲 是有一個 元素的甲 Iodine 還有 是 鹽的甲 Iodine 是 好了 他建議 在外國有很多這方面的產品 其中一個叫 Iodoro Iodoro 相對這件事 香港就不會有的了 未必買到的 但是很幸運 現在的互聯網 將資訊的框框 已經打破了 在外國有很多網站 你可以買不同的工具 Iodoro Iodoro 就是含有兩種甲 R大和RR甲 都有的 另一種Solution 叫Lugol Solution Lugol 這個也是很普遍的東西 在一般的網絡 你都可以很容易買得到 是 他認為 因為大部分人的甲 很多時候都不足夠的時候 都可以 就算你復用 經期性復用 其實都應該是有幫助的 是 好了 除了我們說 瘋和甲 保護甲上線 以及 預防Cesium 我們在輻射物質裡面 有很多 我也有一種叫做Uranium 大家都知道 一般人都是說 Uranium為主的 Uranium 即輻射的油 我們如何處理呢 他說 有一種自然工具 是由那些 有機物質 腐爛的有機物質 裡面 會幫助你 處理這些重金屬 那麼 Uranium 油 差不多是自然界 的重金屬裡面 差不多是最重的了 有一種物質 含有這個 我們叫做 Humic 和Fuvic Acid 即是 負殖酸 主要是埋藏地 很多千年萬年 那些 那些 礦物質 和那些酸 那些負殖酸 其是Humic 和Fuvic Acid 其實這些都可以幫助你 炆走這些重金屬 可以保護你 大陀ella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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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類的 產品裡面 它有很多有機的 分子 也有很多 加露 草 这些就好像一个网球的大手套 主要去捉这些重金属 除了Uranium 大家都认识这个 做了一种的辐射物质叫Strontium Strontium-90 叫C 这个就比较难拔走 Dr. J. Rowan 说 通常来说如果要处理这种辐射物质 有一种方法叫EDTA EDTA是一种钳制物质 在外国已经很多人都采用这个方法 就是用静蜜滴注的方法 将注射慢慢滴注EDTA 有些人用口服 也有人用肛门放去 但效果没有那么好 一般来说都是用静蜜滴注EDTA 当然做这些的步骤 都需要一些受过专业分野的医生 香港我所知道 特别有几位西医都在做这件事 但当然他都很低调 因为始终不是一个主流的医生 西医所用的工具 他都很怕可能给卫生署 或者他们会挑战他 其实医生在外国很多西医都在行自然医疗 但很可惜 很多进行自然医疗的西医都给他们的医务卫生署 据我所知 在那个State of Washington 大家知道 那里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西医 如果是进行自然医疗服务的时候 有三分之一的西医都给卫生署 用不同的借口来骚扰他们 所以我知道 香港虽然有几位医生都在做的 但他都很低调 也不想被人知道 也从来不会做广告的 好了 那除了这个EDTA chelation 是可以帮助处理这些 Strontium-90 这个C-90这种复射性物质 那还有一种食品来的 我也叫做 然后叫做Superfood 叫做绿组绿醋 叫做绿醋 叫做Corella 你知道Corella 作为一种Superfood 它是对那些重金属的排毒 是非常之好的 有些人就会见 如果有这些工具 可以服用15粒 这只是一种二绿素的产品 一个绿组 Corella 也是一种方法 好了 大家都听过Chernobyl 这件事 当时很多研究 这方面 是怎样处理 怎样减轻 辐射性的灾害 是 杀伤 当时 他们的研究人员 都发现 有些海带 那些Brown Seaweed 这种海带 含有很多 叫做Algene 这种物质 这也可以有种 保护作用 是 所以过去 发生了很多 这些辐射灾难 其实很多医生 很多研究人员 都企图找找 有些什么的方法 是可以排走的 其中一个就是 我曾经所说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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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海带 那些 都会有 其他 其他 他也研究过 维他命C 维他命C 服用量 2-8g 2-8g 维他命E 1200 IU 可以帮助这些人 处理这些 这方面的问题 是 如果说 哎呀 我们香港 原来卫生署 这么严格 如果你说这些 可以处理 这个就犯法 那些人 好像很无奈 其实我相信 有一件事 其实大家可以做 我相信 没有一个医生 医生署 如何厉害 都控制不了 就是 我们知道 植物 本身有些物质 是保护自己的 在很多复射的地带 很多植物都很快 会生出来的 很明显 那些植物 与生俱来 是有这种物质的 那我们经常听过 用那些叫 生机饮食 Live Food 生的食物 多些蔬菜 果实 或者打汁 或者 总之是这个 生机饮食 其中一个很好的方法 那我也知道 一听到复射的问题 日本就想到 第二次世界大战 是吧 当时日本 也受了 链烛蛋的扎击 原来 当时在日本 有一间医院 刚刚在链子弹放射的地下 地点 知道链子弹是向上爆 而不是向下爆 那当时那间医院 在地下医院 医生走出来 发现了 全部地面 所有东西都毁灭了 于是乎 就马上 就开始叫 所有人 吃什么呢 喝过的面真汤 味噌汤 他发现那些人 是多喝面真汤的人 他们的复射性质疾病 是大大减低了的 这些是一般的食物 也都是过去在医学上 已经公布过的资料 所以大家都别觉得 那么无奈 因为自然界有很多 很好的工具 除了我们政府提出的 链子弹 链子弹 他自己也承认了 它的功效是很少的 那么这个newsletter 是second opinion Dr. Robert J. Rowan 他在3月18日 在网上公布这方面的讯息 好了 那么我刚才都提过 那么 其实呢 Din 是我们身体的甲 是很需要的 是 我们身体需要这个元素 那么Din 亦都可以这么说 在我们地球上的元素 是差不多排第62的 就是以它那个量 那个量 差不多排第62 那么身体很多的器官 功能 亦都很需要 最主要是夹上线 那个夹上线 荷尔蒙 夹上线素 那么这些夹上线 在我们脖子前面 有一个特别的线体 那么身体很多的功能 都靠它 那么夹上线呢 那个夹上线素 发出来的处理 是帮助我们 调理我们身体 其他的荷尔蒙 还有我们知道 我们身腾代謝 我们的能量 应用的能量 都很多时候都靠它 还有我们身体的蛋白质 如何处理呢 亦都很靠这方面的 所以夹上线 是一个主要的器官 一个内分泌的线体 我们都听过了 大颈泡 大颈泡 对不对 也都知道 为什么有些盐 就会加些癫 因为有些内陆地方住的人 因为离开海洋园 所以它食物里面 泥土里面 它没有机会吃这么多海产 于是被癫 很多时候是不足够的 是 它出现一种叫做 Goyter Goyter 俗称叫做大颈泡 这种Goyter 大颈泡 就是我们的 甲上线素 癫不足够 所以你看到 在外国很多地方 那些盐里面 都会加些癫质 从此这次 大家抢炎 是这个原因来的 因为香港是近海 香港人吃海产很多 所以香港人 很少需要在盐里 加些癫质 在那里 好了 盐的癫质 和甲上线素 和我们身体的功能 是有些 影响力多大呢 其中他做过一个研究 就是用那些科豆 Tekpo 科豆 他发现如果科豆 将它的甲上线功能 阻止它之后 他发现科豆 就不能够变成青蛙 我知道了 如果在人体里面 我们的身体 如果小孩一生出来 甲上线素 是缺乏或者不好的时候 通常他的发育 是很多方面的障碍 以及他的IQ 都会比较低 曾经在UNICEF 那个世卫儿童基金那里 他发现在以前东欧国家 很多甲上线素 差不多有240万的甲上线素 是因为缺乏的癫质 或者是妈妈下怀孕时间 缺乏癫质 令甲上线素的IQ 是低到的 所以癫跟我们的身体 其实是很重要的 但有话 我们卫生署一方面 叫人不要吃癫 因为没有这些需要 又有很多副作用 其实正确来说 我应该怎么看呢 因为在外国有本书 很久了 20多年前我见过这本书 那本书叫《Hypothyroidism》 作者是Dr. Broderbanz 他是一个医生 和一位博士 他以前在芝加哥大学 就读过 Fyroid Physiology 或者跟甲上线素有关的 这个线体有关的博士论文 他毕业之后 他成为一位西医 在他的临床经验 他发现了很多人的甲上线素 是低的 一方面都察觉不到 因为传统的 用那个荷尔蒙 那个第一个甲上线素 荷尔蒙 其实是不准确的 原因是为什么呢 很多时候 你身体虽然有这些荷尔蒙 就是那个甲上线的荷尔蒙 在这里 但是你身体不适用 即是Phyroxene Triido Pharonin 这些这两种荷尔蒙 在这里 虽然身体在血液里面有 但不是代表身体一定适用 所以很多时候 有些人有甲上线素的功能 是不察觉的 因为我们 只是依赖这些荷尔蒙的测试 就出现这种问题 当然 痰是其中一个 主要的身体 甲上线素 需要的元素 有什么很简单的方法 可以知道呢 即是你的身体 是否缺乏癫 在这个传统上 在网上 以及很多人 已经有这种资料 其实很容易的 如果你能够去一些药房 香港药房 到底有没有这些工具 就不知道 你去买一些 叫做2%的Ildine Ildine solution 就不是跟一般人 那些癫走的癫 因为癫走癫 不是一个 原素的Ildine 那你就把这些癫走 有颜色的 现在有些是没有颜色的 那一定要买的 是有颜色的癫走 那你就塗在身体 大概塗在三寸位 总之塗在一袋 可能一个大银的尺寸 就是塗在身体那里 或者腿部内側 或者手臂的内側 没有那么容易 拆走这方面 第一 如果第一 你是不是买不买到 香港未必买到 那如果能够用这个方法 就用棉花棒 涂在身体那里 那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去涂涂 到第二早上 你去看看 到底癫的啡色 还在哪里 如果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没有了 全部被吸收了 或者一种可能性 有点灰灰的色 或者有点淡黄色 或者有点淡黄色 就是很酸橙色的 这个就是癫的情况 简单来说 如果你的身体 很快将它吸收了 即是变成淡色 或者没有色 即是你的身体 其实是缺乏癫的 如果你经过一段时间 如果24小时 那个颜色 都没有变淡 即是你身体 就没有再需要吸收了 即是你身体的癫的方面 是没有这些需要的 所以你可以早上 例如日晚一临睡 假设你找到这些工具 在外国就很普遍了 香港这方面 比较落后 所以很多这方面 香港都没有 没有机会 享受到这些工具 如果那个颜色 即是你早上起床 到12点钟 到12点钟的时候 颜色就走了 无数候 或者再医学 或者到4点钟 至乘到4点钟 走到4点钟再医学 或是8点钟再医学 至乘到露萌 sometimes 再医学 向来 наконец 如果你发现,它很快就吸收了,没有颜色 代表你身体丁质就不够了 这个方法其实在我们的自然医疗方面是很久的 很多坊间的人都知道这个方法 如果大家真的在这方面有些想了解多一点,认识多一点 始终我认为知识是保护我们的 如果我们无知,我们是很贵的 尤其是我们的健康方面是需要有正确的资讯 就不是说不让人知道,什么都不让人知道 现在这个香港和世界很多地方 在西医统治之下的地方 很多时候人们都很无奈很无知 令到有问题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解决 这个我想跟今次跟大家分享 是的,多谢袁医生 刚刚好载,Dr. Robert J. Rowan 就把这个讯息给我们看 刚才听你提及到日本有间地下医院的医生说 核爆之后 其实是否叫市民去喝那些是面子汤 面真汤 因为这些面真汤是日本人喝过很多 是的,他们吃饭之前都会有很多 很普遍香港人去日本餐厅的人都会有的 亦都大家知道,紫菜和海带都有的 所以如果在这方面的食物 起码夹上线功能会好些 对不对? 不一定是复射 所以我觉得复射这件事 会不会存在香港呢? 这个机会也很少 大家趁这个机会学多些东西都是非常好的 不要真的有时当时都会腾鸡 可能在网上也有很多互联的谣言 是的,很多 这个就是谣言主于自者 到你自己真的学到东西的时候就不怕 也不是说要不让人说什么 不让人说什么 这不是正确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 多谢袁医生的分享 或者我们稍后回来 袁医生还会为大家解答听众朋友的email 好,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再回来 陆庄二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庄二健康店 电话二百八二四百四百 网址三个W多 H-E-A-L-T-H-S-H-O-P-DOT-COM-DOT-H-K 自然疗法与你 这个节目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赞助 大家又回来自然疗法与你了 刚才提及到袁医生 我们有位听众朋友叫Jimmy 他传了一个email 就是想请教袁医生 或者我说一说他的情况 他说他太太现年六十岁 两年前在威尔斯医院做了 人工的心反致患手术 及后每天都要吃薄血丸 来抵抗凝血结的情况 而且可能医生跟他说 自此不能再用中药 或者含有中药成份的食材 来调理身体 Jimmy 就很担心 问题是否说 听说长久地服用薄血丸 就会被肛壮带来一个很大的损害 一来他就想请教袁医生 是否有这样的情况 和可以怎样应付 另外Jimmy 本身自己六十五岁 六至七年前 已经有晚上尿频的情况 亦有高血压压 去年在威尔斯医院 厌过几次血 结果发觉 前列线的PSA 达到59% 左脚的膝骨上面 亦常无故出现麻痹的感觉 左盆骨亦常常 会感觉到 有一些令人不好受的痛楚 但也不知在哪里 心理方面 有时会感到很失落 很绝望 但生理上 性欲仍然很强 不知是否因为服用了血压药 大概三四年之后的副作用 更加不知是否应该是去年开始 亦都服用了前列线丸 而产生这些症状 亦都想请教袁医生 看看有什么办法 看袁医生可不可以帮他 还有他想多多了解自然疗法 究竟对他和他太太的病症 会不会更加适合呢 当然他也有问袁医生的医务所 地址和电话 看看日后可不可以挂号或到房 再请教袁医生 袁医生可不可以帮这位Jimmy 我看到了两方面的问题 这个所谓的Dilemma 进退两难的情况 我都听过很多 因为很多人吃了薄血药 为什么他会吃薄血药呢 因为他怕你做到这些心饭 换了心饭的手术 很多时候你会出现一种血泉出现 因为这些血泉 可能会令到你走到脑内 令到脑中风、脑失 也可能在血泉 令到心脏的血管缩小了 会出现心脏病 所以一般的跟进 做到这些手术之后 都要求你吃薄血药 基本上吃一小的 当然最常用的薄血药是压事不宁 因为比较便宜一点 他也认为应该有效一点 所以但问题是很有趣的 我经常听到病人说这些 因为很多天然物质 包括中药、中药成分 或者食疗方面 都有薄血的成分 所以有些人 可能医生跟他说 你小心点 我已经给薄血了 你不要吃其他中药 也有薄血的作用成分 所以你的血更薄 便会出血 那么久会出现问题 是很危险的 所以 这位听座师 Jimmy Wong 他也说 他也知道 这些长期用的东西 都会对肝疗有损害 到底有什么更有效的方法呢 所以你看到 好了 在外国这方面的资料很多 有本书 或者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叫做 Your Healthy Heart 这个出版社叫 What Doctors Don't Tell You 这本有很多关于血管问题 心脏方面的问题 这本书 我相信在外面 一般书店未必买得到 但如果你外面找不到 我们在香港的陆创业健康店 我也有这些书籍 卖得到 就是What Doctors Don't Tell You 那本 Your Healthy Heart 这本书 其实也分享过很多 医学上的资料 这些资料是全部 医学文献的资料 不是某个医生 某个自然疗化医生 或某个医生 全部都是讲 隐居经据典 你知道哪个疏细 哪个疏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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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说出来 他也看到 其实我们服用这些 所谓的薄血药 其实是有很多副作用 很多副作用 但其中一个副作用 这些薄血药的副作用 竟然是中风 即是好威死 好威死 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些 因为怕热血泉 防止中风 但其中的薄血药 其中一个副作用 竟然是中风 好了 一般性的薄血药 除了我所谓的 压持不灵 亦有其他 Heparin 和Wolfarin Wolfarin 这些是医学上会用的 这种薄血药 发现 这些血泉溶解剂 Phrombolysis Phrombolytic 这种薄血药 希望可以帮助脑筋塞的中风 脑筋塞的中风 脑筋塞的中风 即阻塞的中风 即阻塞的中风 便会用这些 血泉溶解剂 代表性的 就是 Heparin Wolfarin 既然发现 这个问题 很多人用了这些方法 去处理中风 即堵塞性的中风 有两类的中风 另一种是流血性的中风 很多人出现一种 堵塞性的中风 即是 血管被塞住了 或是血泉 或是血管比较收窄 或是血管比较收窄 流血性的中风 危险性的中风 是远远高于堵塞性的中风 有些人有时 暂短性的缺血 叫 Transient Eschemic Attack TIC 其实是一种暂短性 有些人突然间 觉得记忆抄了些 神志没那么清醒 可能维持几天 或者觉得有点稳稳 其实这种是一种 暂短性的中风 很多医生一遇到病人 有这些情况 就开始被这些 薄血液吃了 但问题是 薄血液 令到他血薄 接着他血不会凝结 接着下次中风 就会出现出血性的中风 这种中风 是很危险的 大家可能都 可能都在 新闻都看过 听到一下 以色列的总理 有次是中风 初初中风入医院 接着没多久 就会再中风 那次出血性中风 接着昏迷不醒 我都没有再跟 到底结果如何 有没有醒醒呢 其实在医学 这方面的资料很多 这本书有提及的 这本书 《Your Healthy Heart》 都有很详细的资料 好了 阿时不灵的严重 这些效果 是《British Medical Journal》 1994年也有提及的 这种阿时不灵 是会令到我们身体 有些必要的维他命 或抗物炎 尤其是铁质 会减弱的 出现一种贫血 当你再有贫血的时候 而出现一种流血的问题 当然会令到 流血的问题更加複杂 那样 另一种就是 那个滾阳 尤其是年纪大的人 很多时候 那些人可能 因为经常性头痛 或者某种原因 很多时候 都是因为 认为血管太浓 那样 饮食这些 阿时不灵 结果 就出现胃滾阳 或者胃出血 很突然因此而死亡 因为突然之间内出血 胃出得很厉害 那直接就救不了 那还有肝的损外 还有那个 那个敏感性的反应 那简单点就是 风烂 或者喘 或者耳鸣 或者耳鸣 或者长期流鼻涕 头痛 个人的那个 神志不清 那当然 亦都有一些比较上 虽然没有那么常见 就是血压很低 低到他幽黑 跌到下来 那很多时候 当然 你也知道 年纪大的人 如果突然之间跌 好像断过宽骨 宽骨一断 进医院 很多时候都回不了 那也有些人 是因为 这个 就是 那个 阿时不灵异 本身有些 有酵喘的人 因此 可能就是 酵喘发作 而死亡 那 所以 这些问题 在医学上 已经知道了很久 那 也有很多 医学雜誌 都有公布这方面 那 那这位 那 到底他还有什么方法 可以处理呢 那 我刚才就说 有些人 发现 如果食疗的方法 或者中药材 他都可能有降血压 是 也有薄血的 那 那我等一会儿去问一下 就是 起码食物 中药的副作用 是少很多 是 亦都可以薄血的 但亦都有少副作用 如果你遇到这些物质 那不如 索索就用一些 没有副作用的物质 来薄血 照到你真是这样 用一些有副作用的东西 那这些副作用 医学雜誌已经登出来 不是我们作出来的 所以 但是很多时候 有些人 一去西医的手上 一用到这些方法 他好像被人绑死了 他想不通 其实既然是这样 用之前的方法 他已经是最好的了 好了 那有什么可以自己去做呢 当然 在饮食方面 已经有很多方面的研究了 如果我们在饮食方面 可以吃多些蔬果 大家都会讲 讲了很久 每天是多吃几份 可能吃四份 不够吃够八份 发现 在JAMA J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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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 273 卷111 113 117 的角度 看到 他说 如果每天吃多三份 一份一半杯 水果或蔬菜 你可以减低 种风机会 减低22% 很高 其中蔬菜的保护性 是更加高的 当然蔬菜里面的高纤维 高纤维 可以减低我们的血压 水果和蔬菜 也有很多元素 包括胡萝卜素 Karoteno 和维他命C 和很多营养 可以处理这些所谓 Tanic Acid Flavenoi 这些 都可以减低我们的胆固性 所以蔬菜里面 可以减低血压 也可以帮你减低胆固性 其中 喝酒 红酒和绿茶 也有的 是 这个研究 在丹麦 是跟进 6,051位男士 7,234位女士 年龄 是介乎30到70岁以下 他说 如果那些人 是喝红酒 Moderate的红酒 他们的心脏和中风危机 是减了一半的 这个也是British Medical Journal 1995年刊登出来的 其实很多方面 当然我喝酒也要不要过量 喝酒过量也会相干 有其他的问题 我们也在外国很多这方面 有些研究 阿士不灵是正确有效的 可以薄血的 有很多人就发现 那个效果 其实不是阿士不灵的 其实原来阿士不灵 他用了一种叫buffer的阿士不灵 buffer的意思是 它加了一些尾 即是Mgnesium 加到阿士不灵 你知道Mgnesium 是帮助你抗充血管 在外国很多知语论 发现 如果一个人是中风急症 即是进入医院急症处理 其实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注射尾 就是intravenous的尾 Mgnesium 可以帮助你抗充血管 所以有些人说 这些阿士不灵有效的研究 其实根本不是阿士不灵 而是根据Mgnesium 它附带到的Mgnesium 那么好了 吃一方面 譬如Walnut 那个核桃也都可以帮助 香港有些吃核桃糊 其他就是黄豆 植物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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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都可以给我们足够的 安基酸 Essential fatty acid 那我们以前都提及过 其实很多时候是那些油 好的油和坏的油 是很大的影响的 嗯 除了这个之外 增加了抗氧化剂 譬如维他命A 维他命C 维他命E 最基本这方面的治疗 真的太多太多了 那么发现 尤其是年纪大的人 如果高些维他命C 是可以帮助我们 去减低这个 保护我们的 中风这个问题 嗯 那么 运动 是不是很明显 运动呢 可以减低我们的 中风的危机 那么 通常呢 如果我们在 年轻的时候 15岁到25岁的时候 是经常进行 这些比较激烈性的运动 那么他们的 保护性是更加高的 那么这个研究 是Bermingham University 的 那个老人科 老人医学科 那里做了出来的 那么 就是说呢 运动呢 最好就是由小做起 那么 那么其他呢 就 看你社会阶层 哪个阶层进来 属于哪个阶层的人 那么 吸不吸烟 喝酒的情况 还有当然 那个家族性 又没有中风 还有有高血压 还有饮食 都怪 都是很重要的 那么 另外一个是 BMJ 1993年 那么他说呢 如果经常性的持续性的 即激烈的运动 在那个年纪大的时候 或者一直做到55岁 是可以减低这个危机的 那么 如果那些人呢 就是缺乏运动 那些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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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是 比较活弱的 那些人呢 差不多是相倍的 是 那另外一个呢 当然是 肥胖是 那些人的肥胖 那些人呢 那些人呢 四个有一位是高血压 如果百分之七十八的高血压 在男性和百分之六十五女性的高血压 是与我们的肥胖有关的 这方面都可以做些事情 另外一种的食物就是大蒜 大蒜煮与生的也好 几个月之内可以减低我们体内的胆固顺 是差不多15% 而心脏病危机减了30% 除此之外 还有一种薄血的食物就是纳豆 日本人吃纳豆很久的历史 纳豆是一种很简单很便宜的工具 我知道台湾比日本统治多几十年 台湾人也有这种传统 我开始和台湾治疗化医生交流的时候 他也有很多年纪大医生 你都记得他小时候 家里就自己懂得发酵纳豆 我知道崇光有很多地方有这些纳豆 也有些产品有纳豆里面做出来的成分 叫做Natal kinase 也是一种纳豆的成分 其他的食物包括黑木耳 其实可以帮助的 其实很多天然简单的工具 都可以帮助我们处理很多健康上的问题 也没有这种作用 很可惜 我们有几种恶法 不理由这个广告条例 是禁止人们把这些信息放出去的 当然 他不能够禁止我们这个电脑的节目 也不能够禁止人们写书 或者出个文章 但是作为一个产品的广告 他绝对在香港来说 这个广告是不让人知道的 所以很多人觉得很无奈 很多人觉得很有趣的 有些人说除了膝衣之外 有什么其他方法呢 其实应该这么说 除了膝衣之外 膝衣之外 差不多百分之八十病 你都不用想的了 其他方法应该是做首选的 好了 我顺便跟大家解释一下 治疗医疗的观点 以及用的工具 在我们用医疗的治疗工具 其实最高层面 我们做了一种信息医疗 就是同类疗剂 这种是一种信息医疗 因为同类疗剂 是经过稀释了很多 亿亿亿亿亿亿万分之一 是一种无物质的 没有成分的药物 但它仍然有疗效在 很明显 它的疗效不是一种化学的疗效 是一种信息的疗效 是最高层面的 简单来说 中人说气 日本人说阿基道 或者生命力 这个层面 是一种信息的层面 能够用到这种 这种层面的工具医疗 当然是最高级的 第二 第二就是我们用食物 有机食物 完整食物 身体的细胞是靠食物维系的 我们健康是靠食物维系的 而不是靠其他化学物质维系的 所以食物是我们最好的药物 这是西方自然医疗 希波格拉底 由头到尾都讲这个信息 中医也有强调是医食同源 食物等于药物 所以任何法例 如果管制不能声称食物有疗害 这个绝对跟中国传统医疗相违背 食物是一个最好的药物 第三就是浓缩食物 比如大蜜草、小蜜草 我们不是牛隻 我们不能吃草 所以很多这些产品 经过特别的制造之后 成为一种浓缩食物 所以我叫做food concentrate 再差一点就是维他命抗米盐 那维他命抗米盐为什么会差一点呢 因为始终我们能够买得到 那些市面的维他命抗米盐 通常都是一种合成物来的 是一种化学的物质造出来的 它不是一种食物里面提炼 慢慢浓缩的 如果是这样 维他命抗米盐才会贵到 一般人都买不起的了 因为那个份量不会这么够的 所以呢 但维他命抗米盐 我们身体是需要的 我们身体的生疼代謝方面 我们身体系统功能是需要维他命 是没有维他命抗米盐 所以我们会死亡的 那当然这个是一个 一个透明的 应该是最合理的治疗工具 好了 再次等些 我就认为草药了 草药有两类的 食物性草药和药物性草药 药物性草药 就是药物性草药 越来越离开我们身体 一般需要的那些成分 那最差最差就是化学成药 化学的西药 因为那些药是从两个身体未存在过 很多时候药药是强行在实验室里面 改我们天然的物质的成分 改到一种从来未出现过 因此他就可以拿到个专利权了 但是这些从来未出现过的物质 同来在我们身体细胞 和身体的组织里面 从来不是一分子 我们强行塞在我们身体里 我们身体一定会对他有抗拒的 所有的副作用都是这样来的 所以在医疗方面我们要了解 最好的医疗 永远都是用天然的工具 其实一样有效的 只不过我们现时的法律 和现时的教育 令到你没有机会接收到这方面的讯息 好了 这个就是太太 她提出薄血的问题 第二她说回自己 自己的情况 她自己都65岁 有尿频 有点高血压 但是她的炎血 发现她的PSA是高了的 那PSA 这个是一般是常用的 就是去去去去检查 到底我们的前列线 有没有发炎 有没有问题 那当然 年纪大的人 前列线的发炎 或者脏是比较上是很普通的 那前列线素 是我们身体制度的精液 就是来滋润我们的精子 嗯 所以呢 是我们的身体 就是在身体的生理系统 生殖器官里面 有很重要的物质 那前列线的肥大 在年纪大的人 差不多是 年纪越大 越来越多 可以这么说 60岁 50岁以上的人 百分之五十八分之七十五 都有少少前列线大 那 那 很多时候 在外国 在美国 很多人就进行这些手术 那 前列线肥大 通常跟我们食物里面的脂肪过高 或者饱和脂肪过高 那样的 那也是跟我们身体的 男性荷尔蒙 是比较多些的 那 通常那个症状 就是 夜晚有夜尿 那些疗尿的一种比较弱的 症状 那些疗尿的没有以前那么强烈 那 还有呢 症状可能会疾疾的 可能 又起得慢 或者也有 滴疗 就是症状 那种感觉 或者是疗尿的有一种赤烈的感觉 或者排尿的时候 不舒服 甚至乎 尿里面出现一些血 有些情况之后 这些 可能性育那方面 性能力 筆距这方面都会出现 严重一点的可能令到你的尿堵塞 令到尿就会被迫回到腎那里 会损开腎 或者造成尿道炎的机会大一点 或者腎石比较多一点 这个就是前列腺肥大 一般人其实可以说是很普遍的 大部分男性随着燃灵增长 多数都会开始有这个情况出现 当然前列腺肥大 就是一个良性的肥大 我们要担心就是前列腺癌 因为前列腺癌可以这样说 慢慢地追上肺癌 成为差不多男性的第一大杀手 当然严肌越大的时候 机会也会越高 但也有25%的前列腺癌 前列腺癌是65岁以下的人 每年在说这个美国数字 每年有18万宗生病例 有3万5千人 每年死亡这种病例 虽然说是如此 但我也跟大家要强调 其实很多时候前列腺癌 不是令人短命的 前列腺癌是一种很慢的 很慢成长的东西 很多人就一被发现有前列腺癌 很急于去做很多很多事 包括做很多手术 或者做放射性 其实结果是更差的 因为如果你是 你不要搞那么多事 尽量处理表症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都活到很老的 70岁、80岁、90多岁 好像Linus Pauline 他活到90多岁 他都有前列腺癌 你不可以说他因为前列腺癌而死亡 因为都活到90多岁 什么原因都好 所以前列腺癌是一种很慢性的问题 也可以说跟我们的卵巢数 Testosterone的高度有关 以及我们的食物里面 是太多高的肥腊有关系的 除了这个前列腺癌 也有时候有些人的前列腺炎 Clostitis 前列腺炎的时候 有急性和慢性的 这种方面 我们都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处理 好了,在最近的资料 关于PSA 就是这个 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 Test 是 专门是看一下前列腺的状态 有没有发炎 有没有长大 有没有肿胀 甚至乎 它当作是一种Cancer Marker 前列腺的指标 癌症的指标 但是最近有不同的资料出现 有些人说 其实前列腺的Test Go 是不是代表真的有什么癌症的 而有80%前列腺癌的人 他前列腺的PSA是正常的 所以就不是那么准的 是 但是有些人都认为 如果能够做到都做了 当然这个Test 差不多在医学界 是大赚很多钱的 在美国来说 差不多有成3亿5千万 就是用在前列腺的Test 这类的血清的Marker 是40%的收入 是靠这里的 所以其实很多这些Test 以前推荐的原因 就不是 它真的正确有什么帮助 有什么效益 主要因为它也是很赚钱的方法 好了 除了这个PSA的Test 当然用另外一种工具 比较新一点 2004年 Journal of Urology 开始有提及的 有一种蛋白质叫做EPCA 可以在前列腺癌尾出现之前 5年之前 早过PSATest 5年 可以发现到 这种现在是比较新一点的方法 因为为什么呢 很多人就因为 用一个PSA去进行测试 发现它有时 急不代急 是做很多Nidle Biosis 可以抽一些Sample 很多时候 因为Nidle Biosis做出的创伤是比较差的 而且本来好地地 就算有癌 包住在前列腺里面 没有出来是没事的 但是因为你一睹 你一睹之后 就将它散播出来 所以前列腺 如果它是未蔓延 未散播 其实是很稳定的 但是因为做这些Nidle Biosis 去睹一下它 去抽一样本 更加令它扩散的 所以就另外一个测试 就是这个EPCA 是新的测试 另外比那个PSA是更加好的 但是是否普遍 香港普遍不普遍呢 我这个暂时都不太知道了 另外一种的诊断的方法 就用那个 用那个 Ultra Sound 在那个 高门口的Ultra Sound 或者是用手指去检查它 也有一种简单的方法 看看它有没有肥大 有没有肿胀 那治疗方面 西医就用那种叫Proscar 就是一直都用这个方法的 Proscar 始终所有的西药 都一定有副作用的 所以如果能够去避免就最好 如果你是有前列腺长大的时候 有些Antihistamine 抗敏药 以及抗冲血药 或者Decongestion 鼻塞 这些抗冲血药 其实都不好的 都会令到你那个 尿道的症状是加剧的 那在自然医療里面 有很多很多工具 是吧 那我们是可以用到 有一种草药 例如Sopameto 是 有Pigean Africana 那这个其实呢 已经是传统用了很久了 那最近有些新的工具 是更加更加好的 我将来呢 会再和大家修习了整理之后 再给大家知道 其实前列腺处理 其实很多很多的 好了 那如果你走西医那一套来说 我认识的 用西医的方法 比较上都是创伤性少一点 就有种叫做Cryosurgy 就是用凍结的方法 是 就是用凍的方法 那它就是局部 就是用凍的方法 把前列腺处理 就是凍的 就是细胞是凍死它的 那接着呢 就用一些 Hormone Block 用一些 就是那个荷尔蒙的 就是 抑制那个 那个 那个卵巢 就是荷尔蒙的 这种药物 那在西医来说呢 比较上 我叫做 开明一点的 比较上先进的 可能都会用这种方法 那我亦都认识有些病人 去德国做的 就是澳洲人来的 那他直接飞去德国做 那他都挺满意的 那起码就不会 好像用手术那种方法 那么创伤的 那食物方面呢 我尽量吃多些 简性的食物 因为都很强调 很多文明人的病 因为吃了食物 太过酸化 肉类啊 精炼的食物啊 白糖啊 这些 很多时候呢 还有那些 煎炸的油呢 是酸化我们的身体的 那吃多些有机的蔬菜 然后有机的水果啊 榨汁啊 还有吃些完整的谷类啊 就是总之那种 那种简性的食物呢 是一个单是比较好一些的 那还有呢 新啦 升啦 这方面呢 那升呢 就可以抑制我们的那个 那个卵巢素呢 是进入那个 那个前列线那里的 那升呢 也都是一种 传统上已经知道是有帮助的了 那他说呢 有研究 他们呢 就是40mg啊 40mg啊 40mg啊 40mg呢 的升呢 每天每天这样呢 可以减低那个那个 那个前列线的机会 啊 还有可以帮助我们的治疗的 那什么食物有升呢 就是南瓜子了 嗯 除了南瓜子呢 这次面也很多的了 嗯 那或者 Sunflower seeds 啊 鸡蛋啦 那个飞禽类啦 海产类的啦 啊 豆啦 黄豆啦 还有那个菇类呢 都有帮助的 啊 那 啊 还有这个呢 就啊 维他命B B6啦 猛 Manganese Cromium 呢 都会帮助我们身体呢 去吸收这些抗密炎的 的 维他命A呢 和维他命 啊 还有鸾都有帮助 嗯 那另外的工具呢 就包括那个B-Pollin 啊 那个花粉呢 都会减低 啊 那个前列线的 那还有些是 直接用前列线的 那个营养素 啊 本身做出来的 是 那有一个很特别的 三个产品加买的 是 三个氨基酸加买的 就是Alanin Glutamic Acid 和Glycine 那就是用 就是同等的成分 那这个在我呢 那个American Journal of Geriatrics 呢就已经做到一个报导 是处理这些 就是良性的前列线肥大 那 他呢 其中呢 他用四十五个男性做这个 一半呢 就服用这个 这个三 就是三种的氨基酸 就是 Amino Acid Glutamic Acid Glycine 那其他呢 就用一些氨胃药 那三个月之后呢 百分之九十五 用那个氨基酸的 就改善了 耶马克的小便 百分之八十一 是那个尿急的情况 改善了 嗯 百分之七十三呢 就那个 啊 那个 那个 尿频的情况 改善了 百分之七十呢 就改善了 那个 就是那个 小便那里 就不会说要 要好持才能够出来 嗯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三种氨基酸的 直接呢 是将那个 前列腺 那个前列腺 是缩 缩 那这个呢 可以这么说 是多方面呢 都是有有帮助的 那这种工具 香港集线 可能都未必有的 是 那随之呢 简单点来说 维他命C 比较上 维他命D 也有帮助的 维他命D 也有帮助的 维他命D 也有帮助的 维他命D 那就是维他命E 这些很基本的 维他命D 这些都有帮助的 那所以说呢 在用疫 在Mail Clinic下 一个全世界出名的 一个医疗诊所 那他说呢 他说呢 就百分之四十 那些七十岁 那些男性的七十岁 都有存在的 维他命D 有潜在的 潜移性癌的 那维他命D 是这个 梅E 诊所的 似乎呢 是可以 减低这方面 和减低 那个癌症呢 就是 是 继续发展下去的 那这个 这个是梅E 诊所的 那另外一种 是 酵素 大家都知道 很多 有很多资料 显示 癌症是身体的 酵素不足 那所以用酵素 都可以帮我们 是将我们那个 是要胸肚食下 可以将我们那个 癌的 癌的 coating 就是癌的 包住癌细胞 那些 将它溶化 那些 令到我们白血球 可以直接 攻打这些癌细胞 那 亚米3 亚米加3 Omega 3 的油 Borrage Oil 黑卡仑主油 乙健草油 亚麻子油 全部都有帮助 那另一种 叫做Lycopene Lycopene 是一种 蕃茄里面 常见的物质 其中 这个研究 在芝加哥大学 Elon Neuser大学 用花生 用蕃茄醬 给一些 非洲的美国人 因为 非洲裔的黑人 美国人 这方面 比较高 所以 Elon Neuser大学 在芝加哥 用茄汁 茄醬 进行这个研究 每天 用三个礼拜 发现 他们的核酸破坏 DNA方面 前里线的细胞 和化学细胞 是减少的 这方面 Lycopene 即是 蕃茄 即是一种 蔬菜 其他 是 Citruous Pectin 一种 特别制练过的 可以这样说 是橙皮的物质 柠檬皮 橙皮 白色的物质 是Citruous 的Pectin 比较多的 草药方面 刚才也说过 Saupermittal 人参 Licarage 即是 甘草 Corn Silks 南瓜子 这方面 Siberian Gensens 西伯利亚人参 Easer Uverus Cat's Claw 这是一种 南美洲 越大雨林的草物物 这些全都很帮助 除此之外 在我的经验里面 我都用了很多 同类疗法 因为同类疗法 在我的 即是 你处理得好 其实 效果是很好 很快手 所以通常 我都会 先用同类疗法 拿个症 再加其他营养素 这方面 我处理这方面 效果非常好 多谢袁医生 很详尽的分享 相信都可以帮到 这位听众朋友 Jimmy 其实Jimmy 还想提供 我们提供 袁医生的医务所 地址和电话 或者在这里 可以提一提 袁医生的诊所 就是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也有一个网站 或者我在这里 读给大家 可以上去瀏覽一下 上面都有很多资料 可以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 www.naturahealing.com.hk 就是 www.naturalhealing.com.hk 好的 谢谢袁医生 我们下次再见 是的 我们还有很多问题 是的 其实收到很多听众 我们都尽快 帮你们整理了些资料 跟大家讲解一下 处理方法 好的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下次再继续 好的 谢谢 拜拜 拜拜